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名维护中队是直接责任人 很快被解职 2021年2月 美国空军曾将四架B1B战略轰炸机 部署到了挪威的奥兰多空军基地 这一部署行动已于3月结束 据悉 在美军B1B轰炸机首次部署挪威期间 该机还曾于3月9日在北极圈内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着陆 美国空军的B1B战略轰炸机当天在挪威的博多空军基地降落 这标志着这款轰炸机首次降落在了北极圈内 就在近日另一架B1B轰炸机从南达科达州的爱尔斯沃斯空军基地起飞 并飞越爱琴海进行了远程往返飞行 美媒判断 这些飞行似乎有部分是针对俄罗斯 B1B轰炸机堪车美军杀手锏轰炸机 该机型能够挂载核武器 具备超音速突防能力 部署到海外 威慑意味更浓 B1B轰炸机